过季的明星就好欺负吗?今年42岁的何成明,早在1995年12月,就作为主唱加入中国力量组合。 从一个小歌手身份出道,1998年,他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开场舞,随后选择单飞,改名何谓齐,出道很长时间何成明都没能走红, 而在2009年就曾经一度是来运转,他遇到余蓁,节拍了《美人心迹》、《公所心欲》、《公所珠莲》等作品,获了一段时间。 尤其是在公月播期间,何成明饰演的四爱歌,贝杨密压压为这团团转,人气丝毫不输冯少峰饰演的八爱歌呢? 除了角色,人生讨好,何成明还有其他让观众记忆深刻的地方,鼻子,这鼻子实在很蠕目,常常比他的主人要想戏得多,他当时还成了鼻孔教的一员。 不过近几年,何成明就越来越flop了,人虽然不活但还是有剩余价值,这不他的全家福就被其他剧集拿去当道具了。 最近在网剧《法医情名》中,有这样一个镜头,女主走进书房盯着一张全家福,来了一个特写,可以看到是男主和爸爸妈妈的全家福。 这是大图,乍一看没有问题吧? 然而事实上这张全家福并非演员和其他群演一手拍摄的,照片竟然是从何成明那里来的。 M,何成明全家福被劈头画脸,摇身一变,自己爸妈成别人家的爸妈。 这个操作经过当事人同意了吗? 没有,何成明工作室看到后,第一时间at剧组,发现全家福里的何成明被劈掉了。 何成明看到后也发微博晒对比照声讨,这是我爸妈,中间掉了包。 这样对比就很强烈了,剧组这明显是有道事情啊。 何成明这张全家福是在2012年感恩节发的,把一起名的美公是不认识何成明,还是觉得2012年距离现在很远了。 何成明是个孝顺的孩子,他感恩父母经常会与爸妈一起拍全家福。 幸好这些照片还没有被盗用,很多网友得知后也纷纷吐槽,这是欺负何成明糊了吗? 剧组就是随便找20年也行啊,这也太不尊重人了。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认为这可能是一场联合炒作,但就算是宣传,剧组用这样的方式,未免也太不走心了吧。 随便乱批别人的全家福,尽管只是放那个小小角落,和声明营气不如从前,但毕竟也是艺人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